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拥有所谓高回报的投资计划 最后被揭发 就是个骗局的案件出现了 但这一次的受害人数呢 非常的高 不是三五十人 也不是三五百人 而是可能多达三千多人被骗 这一回呢 骗子是一家公司打着 符合伊斯兰教教育的企号 推出了高回报债券的投资骗局 那被骗的机能 恐怕已经高达数亿令吉了 那目前已经确定有87名的投资者 挺身而出去报警 而这87人 他们被卷走的金额 就高达四千七百三十万令吉 非政府组织 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MHO 就和一群受骗者 今天下午到国家银行提交投诉信 希望当局可以彻查此案 MHO总秘书西山木丁 在现场呢就告诉媒体 有关的诈骗公司 通过营销主管向客户推销债券投资计划 声称公司需要资金来开展符合伊斯兰教育的业务 包括了农业信息技术健身中心和房产等等 更以每个月可以获取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为噱头吸引民众加入投资 西山木丁表示许多受害者其实都是退休人士啊 有些人呢他们投入了数百万令吉 有的甚至动用了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公积金 把房子抵抵押给银行 甚至还有的向银行借贷来投资的人都有啊 那当然到头来有关公司所承诺的什么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回酬呢 只是一张空投支票 目前只有87名的受骗者都已经向警方报案 但是警方呢却将案件列为交易其他机构 转交给国家银行去处理了 MHO也提到这次提成备忘录的目的 其实不是要向国家银行发泄不满 只是受害者们想要一个调查结果 而不是无尽的等待 因此希望国家银行能够跟进和调查此案 同时向外界公布进展 而且根据MHO掌握的资讯还显示 这家公司也曾经涉及其他类型的诈骗案 而被提控上庭 但由于负责人已经向部分的受害者做出了赔偿 因此案件已经完结 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MHO总秘书西山穆丁呼吁国家银行 要援引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第137之1条文 以及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和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来对涉案的公司展开调查 并且提控有关人士或者公司 以避免再有人坠入骗局了 而抽骗者也表明 他们会全力配合国家银行的调查